下个周末开牌,发展商表示,虽然私宅市场弹劲,但是在预览期间就已经超额深够,而大部分的潜在满家以本地人为主。来看记者聂国威特报道。 位于滨海湾一带的滨海升级豪院,拥有两座高34层的住宅大楼,共有1042个单位。 首阶段将推出150到200个单位,项目以翠绿景观取胜。 七成单位属于一和两个卧房单位,售价从140万元起跳,隔楼单位2000万人。 发展商表示,指价将介于1960元到3100元之间,同宁静的项目接近,而发展商也决定只推出一座住宅大楼,另外一座将在项目取得临时入国准转后才推出。 这个综合项目由大马兴控股和马来西亚国库控股联营公司马兴公司开发。 示范单位从上个月开放以来,人潮落与不绝。 发展商指出,根据已收取的一项书,大部分买家买来投资。 外国买家当中,以马来西亚、印尼和中国人居多。 如果没有这两个国家的领袖来推这个项目的话,我看在这种市场的情况之下, 可能就像最近这几个新的开发的项目,可能他们会卖一两百个单位,然后就可能就没有消息了。 滨海盛景还有两座办公大楼,得大约一百日时间允售单位,只供出租。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